你二分之一機會不賠錢 二分之一就會賠六萬 你就會賠三萬 然後他還跟你說 如果 如果你賠我兩萬八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用上法院 我們就不用上法院 這時候他的威脅就會變成有效 就跟金正日一樣 如此一來 結果是你就會乖乖付錢 你就會乖乖付錢 你就會乖乖付錢 然後呢他得兩萬八 他得兩萬八 他得兩萬八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這個SPE呢 SPE就會是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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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下 因為有同學搞混 這個sequential functionality呢 是講說 我們在想這整件事情的時候呢 講討論擴展式賽局 最終可能的結果的時候呢 我們是建基於一種假設 這個假設呢 叫做sequential functionality 每一步 每一步大家都會理性的去選擇 他們最似的行為 這個叫sequential functionality 這個是一個 整個分析這件事情背後的 assumption 然後呢 我們做了這個方法呢 從後面往前推 這個叫做back walk induction 這個叫back walk induction 從後面一路推回來 找到的解呢 叫做SPE 找到的解叫做SPE 所以SPE SPE呢 在這個 在這個game裡面呢 SPE是這一個 SPE是這個 這個叫做 指賽局完全均衡 所以不是sequential functionality sequential functionality 是整個這個 assumption 我們 分析這件事情 背後的 assumption 在每一步 每一步 大家都是採取理性的行為 都是採取理性的行為 這個叫sequential functionality 找到的解叫做SPE 指賽局完全均衡 指賽局完全均衡 所以鬼班的人 來跟你威脅 你覺得他是理性的 他也不會突然 哪一天變神經病 說會以上法律為樂 那你知道他當然不會上法 結果就是 你會不會理他 你不會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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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如果 看起來消消耶 有一天正常 有一天瘋子 正常的時候就沒事 瘋子的時候 他就會以上法律為樂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考慮到說 我是不是真的要付錢給他 那個情況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情況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 裝鋒賣傻 裝鋒賣傻 有些時候 可能是理性的策略 表面上看起來瘋瘋的 可是實際上 他可能在算計 所以這個就是 擴展式賽局 這是擴展式賽局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來講一個賽局的應用 這個叫做 我們在這堂課呢 我們大概已經 陸陸續續跟大家介紹幾種市場結構 一種叫做完全競爭 大家最常碰到的 第一 最開始碰到的 這個在其中考前的時候 你看過完全競爭嘛 那什麼是完全競爭 完全競爭講就是說 在這個市場裡面呢 很多間小廠商 很多間小廠商 所以每間廠商呢 都沒有那個 影響市場的能力 沒有市場的能力 很多家小廠商 大家都生產一樣的東西 沒有影響市場的能力 所以這時候你的定價策略是什麼 就是follow everybody 市場說價格是40 你就是定40 市場說價格是50 你就是定50 這個叫做完全競爭 NO 那我們也講過獨佔 什麼叫獨佔 整個市場裡面獨 支持一加 整個市場裡面的支持一加 支持一加的情況下呢 你在做定價的時候 你在做生產的決策的時候 你就必須考慮整個市場 對不對 你就必須考慮整個市場 你要找一個那個定價 這個定價是能夠讓你賺最多錢的 如果你要多賣一點 你可能就考慮到 我多賣一點 我可能要降價 降價的話呢 如果你採取uniform pricing的時候 以前用高價賣的出去的東西 現在一樣也要用低價賣的出去 所以你就會考慮這個事情 這個叫做獨佔 那我們還講一種 跟獨佔很類似的 叫做獨佔性競爭 這個叫做生產一支產品 這個生產一支產品 像什麼 像包手的包子 像包手的包子 像什麼 這個 這附近有沒有什麼一支產品 有重慶涼麵 重慶涼麵 重慶涼麵 在哨子頭出來那邊 重慶涼麵現在開在哪裡 開在那個海之冰對面 海之冰對面 旁邊是豆腐冰 重慶涼麵 重慶涼麵 重慶涼麵也是一支產品 它的涼麵賣到八十元 七十元還是八十元 可是非常好吃 比全家的涼麵好吃很多 全家的涼麵可能會撈膳 像這種東西可能會撈膳 它那個就是一支產品 所以你可以說重慶涼麵 這個是一個獨特的市場 這個獨特市場 重慶涼麵這個市場裡面 就是植齒一家 就是植齒一家 植齒一家 那可是涼麵呢 這個東西又很多人在生產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很多小賞商 大家的產品都稍微有點不大一樣 那在這個特殊的產品裡面的植齒一家 可是涼麵這個市場 很像又跟大家又差不多 我們說這個叫做獨佔性競爭 我們說這個叫獨佔性競爭 所以我就把剛剛講的幾個東西呢 把它寫下來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種新的結構 這個叫做寡戰 這個叫寡戰 寡戰 所以這個叫Oligopoly Oligopoly 來我們剛剛講的市場結構 市場結構的分類 你可以用個圖來 用個量表來看它 大概有完全競爭 我們講過了完全競爭 我們講過了完全競爭 然後呢 我們也講過了獨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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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也講過了獨佔性競爭 獨佔性競爭 然後呢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寡戰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寡戰 寡戰 然後基本上他們的特性 大概是這樣子 大家的特性我們再複習一次 把它寫下來 剛剛我跟大家講的 我把它寫下來 什麼是完全競爭呢 大家這個是眾多小廠商 眾多小廠商 小公司 我們用小公司 公司比較好寫 小公司 都用小公司 然後大家都是生產同質產品 然後生產同質產品 生產同質產品 同質產品 同質產品 其實也是一堆小廠商 只是說呢 是生產異質產品 異質產品 所以像我剛剛講的 涼麵 重慶涼麵呢 他在重慶涼麵這個市場 就只有他一間 可是在涼麵這個市場上 非常多非常多公司在生產 非常多公司生產 那獨佔呢 就是只有一間公司 只只一家 只只一家 它這個範圍就很大 我講的是像什麼呢 譬如像說 那個水 水 水呢 就只有一間 自然水公司 電 就台電這間公司 電的這個市場 就只一間 那電呢 你現在想不到 有其他間公司 在跟它競爭 電就是電 電就是電 不像涼麵 這個涼麵有一大堆公司 一大堆公司 在高雄市 在哈馬琴這邊在生產 但是呢 重慶涼麵就是重慶涼麵 所以他們那一間 只此一間 只此一間 或像是什麼 那個 蔥油餅 餡餅 羅師傅 然後呢 漢神 漢神後面好像也有一間 那個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厚德福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老公 就很多間 很多間 可是羅師傅 就是羅師傅特別的 特別特別的 所以 羅師傅的那個 餡餅 蔥油餅 就是只此一間 就是只此一間 可是蔥油餅 餡餅 這邊生產的公司很多 生產的公司很多 那完全競爭了 就是 一樣一堆小公司 可是大家都生產同質產品 所以你就沒有什麼 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 你就沒有那個 market power 你沒有辦法影響市場 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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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價比市場高 那就是沒有 來跟你買 同質產品 那如果你要 你要多生產一大堆的話 你要double triple你的產量 對市場價格 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我們說這個特色是 price taker 價格接受者 price taker price taker 好 這個是我們過去講過的三種 過去講過的 那今天我們要講 寡賬 寡賬 寡賬呢 剛好介於這支間 所以他是 幾間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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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我要講的是說 他其實數量 數量其實不大是 不會是重點 寡賬的重點是 彼此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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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正的關鍵 幾間大公司當然是重要 可是真正的關鍵是這個 彼此牽制 大家在做生產的決策的時候呢 在決定產量 在決定價格的時候呢 會互相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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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呢 就必須要用賽局的方式來分析 我在做決策的時候呢 我考慮定價的時候呢 我要考慮對手的定價 我在決定產量的時候呢 我也要考慮對手的產量 那我考慮生產多少 我考慮對手的產量 對手在生產多少的時候 他也要考慮我的產量 所以大家會互相去猜測對方怎麼走 然後再決定我要怎麼走 所以他就是要用賽局來做分析 然後用賽局來做分析 那一般來說呢 在談 在談這個 在談這幾種 獨佔、寡佔、獨佔性競爭 跟完全競爭幾種呢 在談這幾個市場結構的時候 我們通常也會講一個 講一個 講一個指標 來討論 幾種這個市場裡面呢 到底有多少 多少間公司 多少間廠商在生產的東西 我們也會談一個 叫做市場集中度的指標 市場集中度的指標 那市場集中度的這個指標呢 你可以分兩個觀點來看 分兩個觀點來看 一個是從市場的角度 一個是從 一個是從那個 廠商的角度 市場集中度 由市場的角度 由市場的角度 由市場的角度來看的話呢 由市場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得到的一個 那個市場集中度的指標 市場集中度就基本上在討論說 我現在所面對 我現在所分析的這個市場 到底是獨佔性競爭 是獨佔 還是完全競爭 還是寡佔 我就在討論這個東西 那當然我說 有些時候在談寡佔的時候 整個分析的中午在彼此牽制 是不是彼此牽制 可是 在實務上我要在想說 欸這間公司 他們這個市場 到底是屬於寡佔嗎 還是屬於 還是屬於這個獨佔性競爭 還是屬於完全競爭 有些時候 我好像很難去問說 裡面這些公司 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 是不是會彼此牽制 很像 很難去問到他這個東西 所以有一些比較簡單的指標 在講說 你們到底是寡佔 到底是獨佔 還是 但是 是完全競爭 所以就有一種市場集中度的指標 直接用 用透過說他們的市佔率 廠商加速 來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來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所以我就直接 我在講 剛剛裡面有講了幾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是 看排名最前面的 術家當場銷售額 在處於同一個 產業全體廠商銷售額 這個比較簡單 我就直接講 第二個 這個叫做HHI 這個是在美國在用的 這個HHI是什麼東西 前面這個是人民 這個都是人民 人民 HHI 它的定義基本上是這個樣子 假設市場上 你在市場上或是在一個產業裡面 你把它所有的廠商都列出來 把所有的廠商都列出來 然後呢 去看每一個人的市佔率 去看每一個人的市佔率 乘上100 然後把它加 平方以後呢 再把它加總 再把它加總 把它加總 你把所有市場中的呢 所有產業裡面的呢 的廠商呢 全部都 市佔率都列出來 然後呢 乘上100 乘上100 然後再開平方 就會得到這個東西 來我先把它寫下來 就是你要把這個 產業中的呢 那這邊我就是 不寫了啦 就是你把這個 這個產業中的 所有廠商都列出來 產業中的 或市場中的所有公司 所有公司 都列出來 列出來 然後呢 它的市佔率 乘上100 然後平方再加總起來 怎麼說呢 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這個產業裡面的 假設只有兩間公司 這個產業裡面的 假設只有兩間公司 一身 假設只有兩間公司 一間是A公司 一間是B公司 A公司的市佔率是0.7 B公司的市佔率是0.3 假設這樣子 假設是這樣子 這個是公司 這邊是公司 然後呢 這上面是市佔率 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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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呢 它的HHI是多少 這個產業裡面 就兩間公司 一間市佔率是0.7 一間市佔率是0.3 那請問它的HHI是多少 它的HHI就是這樣算 0.7乘上100平方 再加上0.3乘上100平方 它就是這樣算 所以得到HHI就是5800 就是5800 理解嗎 所以你可以去這樣猜 如果說我今天這樣講 我今天這樣講 我今天說呢 這個市場裡面呢 兩間公司 我這樣說 另外一個例子 我用藍筆來寫 比如這樣市場裡面 只有一個公司 A 一間公司的話呢 市佔率當然是1 那請問它的HHI是多少 它的HHI呢 就會變成是1乘上100 在平方 就會變成是1萬 就會變成是1萬 如果做一間公司的話呢 就會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我說今天有兩間公司 一樣是A跟B 可是呢我現在改成說 一間公司是0.5 B呢也是0.5 那請問知道它的HHI會是多少 它的HHI就會是0.5乘上100的平方 再加上0.5乘上100的平方 就會是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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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一回事 所以HHI呢 你知道說它的指標呢 從 它可以從原則上是從0到1萬 1萬 1萬 從0到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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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個不大可能是0 0就是 每一間廠商的試占率幾乎等於0 0 在乘上100也是幾乎等於0 在平方也是等於0 那全部加起來也是等於 就是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 可是不大可能 理論上 0到1萬 1萬就走一間 一件就是1 一乘上100在平方就是1萬 1乘到100在平方就有1萬 所以這個就是HHI 那從HHI裡面呢 你可以再得到一個東西 你可以再得到一個東西 它最大值是 最大值是多少 最大值是1萬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得到說 你可以再用1萬呢 1萬呢 來除以這個HHI HHI 然後就會等於N 這個N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N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N是這樣子說 它就說這個N差不多是這樣子 這個市場的集中程度呢 你現在這個市場的集中程度 集中度 集中度呢 就像有 就像 這個有 N加公司 N加公司 平均 平均 分配市場 這樣子 分配市場 分配市場 這樣子 所以 1000呢 1萬除以HHI 得到這個N呢 這個N呢 它就是說 這個現在市場集中程度呢 它的意義就是說 現在市場集中程度就像 有N加公司 平均分配市場 這樣子 所以從我剛得到這個指標 你可以看嘛 如果是只有一間公司 獨佔 它的HHI是多少 1萬 所以它的N是多少 就是1 如果兩間公司 平均分配市場 0.5跟0.5 得到是5,000 所以 1萬呢 除以5,000 是多少 2 所以等於是有兩間公司 平均分配市場 這樣子 如果是1間0.7 0.3呢 這個時候是比5,000還要高 變成5,800 對不對 所以除下來結果 就會變成是說 是1.多 間公司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說 它這個指標後面的意思 5,800 會比5,000來的市場集中多高 因為你知道 一間是0.3 它是比較大的廠商 一間是比較小0.3 所以 他們用這樣的一個指標 來給這個市場的集中程度呢 做一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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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美國的那個公平交易規定呢 他們就會有幾個慣例是這樣子 他們就有慣例是這樣子 他們就會說 第一種情況是 如果你的這個HHI呢 是在1000以下的 100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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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低度集中 這個叫低度集中 低度集中 然後呢 第二個呢 是1000到1800呢 這個叫做中度集中 這個叫中度集中 然後呢 第三個呢 這個叫做1800以上呢 這個叫做高度集中 這個叫高度集中 1800以上 1800以上就是高度集中 所以1800以上呢 這個是他的M相當於 他的M是多少 這個差不多 M呢 差不多近似於是5.5啦 所以呢 對他們美國公平交易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的市場集中程度呢 相當於5.5間公司平均分配這個市場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叫做高度集中 就5間6間公司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叫高度集中 高於5間6間公司以上的呢 就是集中度到1800 我們叫中度 或是更高的 那個我們就叫低度集中 我們說這個就叫做低度集中 所以跟大家介紹這個叫做市場集中程度的指標 可是在這裡面呢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沒有問題我再繼續講 OK啦 都擦完了 可是在這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detail 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我沒有跟大家說 這個細節就是這樣子 我們算這個HHI的時候 我剛剛說我是把產業中的所有公司都列出來 或是說這個市場的所有公司 比如說這個市場就一間公司 我就列A嘛 然後把它的市場率一一列出來 那如果兩間我就是列A跟B 它的市場率是0.7、0.3 然後呢我就這樣算 可是這邊有個問題喔 你怎麼去界定產業的範圍 你怎麼去界定產業的範圍 或是說怎麼去界定市場的範圍 舉例來說以前有個很有名的 這個在美國有個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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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訴訟是這樣子 人家去告微軟 告微軟 說它這個是市場高度集中 說它是獨佔廠商 所以那個美國有公平交易的規定 他們那個公平交易規定 有些時候是公司商業上在打仗有的 他們應該說公司商業上打 就是說它本來公平交易規定是有一些 一些想法 有些想法那也是不錯 那另外的是說公司有時候打仗的時候 會用這個公平交易規定來打仗 我應該這樣說比較精準 有些時候公司在打仗的時候 會用公平交易規定來打仗 怎麼樣來打仗 說你是獨佔廠商 然後依規定就要被拆解 大公司就要被拆解 拆解成兩間公司 所以這個你想想看 你在跟對方打仗 直接把他公司拆成兩半 我這招很狠 直接讓他拆成兩半 他們有這個公平交易規定 所以呢 早先微軟就被告過 被告過這個東西 人家說他是獨佔 人家說他是獨佔 他是獨佔 那什麼東西獨佔呢 Windows作業系統獨佔 大家也知道作業系統裡面 在早年的時候 個人電腦上面的作業系統 Windows 然後呢 Linux 然後呢 可能麥金塔 那時候 靈果的麥金塔 就一點點而已 就沒有多少間 然後人家就告他 說這個Windows 是作業系統裡面的獨佔廠商 Windows怎麼回答 回擊 他說 我們是軟體業 軟體有一大堆軟體 所以Windows不是獨佔 所以你就知道說 這裡面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說我是獨佔 在作業系統這一塊算是獨佔 可是呢 如果我接近是軟體業 那這個Windows怎麼會是獨佔 軟體業有一大堆軟體 對不對 有一大堆公司 我就不算獨佔廠商 所以這邊有個 梅港是在這裡 早年又有人去搞過可口可樂公司 可口可樂公司 那他就說 我們是飲料廠商 飲料一大堆公司 我可口可樂怎麼會是獨佔 我怎麼會是獨佔 所以就有這種 就有這種工法 所以這邊有個梅港 怎麼去接近產業 怎麼去接近產業 這個是個很難的東西 這個是個很難的東西 大家以後如果有興趣 你可以自己去翻書 那相關的法律訴訟 有些時候會圍繞在這裡面 會圍繞在這個地方 怎麼去接近 那我們剛介紹的這個市場集中度的這個指標 可以描述說整個市場裡面的到底是 那個一兩間大公司 還是一大堆小公司 這種情況 那也有呢 也有一個是呢 描述這種情形 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指標 這個叫做Monopoly Power 這個是從廠商的角度來看問題 廠商的角度來看問題 這個叫做Monopoly Power 這個是從廠商的角度來看問題 現在這個市場的這個 這個獨佔的程度如何 獨佔的程度如何 有廠商的觀點 那由廠商的觀點來看的時候呢 這個指標你們就學過了 就是說呢 他的想法第一個 他的想法就是說 Monopoly Power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他的想法就是說 當你廠商提高價格的時候 顧客不會流失的程度 或說他的想法是在講說 你從廠商的角度來看 你的獨佔率是怎麼看 看說你的定價呢 高過你的成本多少 所以呢 提高價格 或會不會流失的程度 我們有講過這個東西 叫做Lenar Index Lenar Index Lenar Index 他的定義是I 定義成P-MC over P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Lenar Index 我們在講獨佔的時候 有講過這個東西 獨佔的時候有講過這個東西 Lenar Index 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來衡量 廠商現在的獨佔能力是怎麼樣 那大家知道這個東西呢 它會等於 負一出於H5D 對不對 均衡的時候 把那個 它在最是定價的那一點的市場 那個市場價格跟數量 你可以去算出那個H5D 一出於H5D 這個是Lenar Index 所以這個東西呢 也可以衡量廠商的獨佔能力 廠商的獨佔能力 那這個東西 你怎麼來看出 衡量廠商獨佔能力呢 譬如說 你可以這樣來想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呢 廠商面對的市場需求線 長什麼樣子 水平線嘛 那水平線的意思是什麼 你漲價撲克全部跑光光 對不對 所以我把它寫下來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呢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 因為是P等於NC 你的面對的產品是 你面對的那個 你面對的市場 是一條水平線 你面對的市場的需求線 是水平的需求線 對不對 水平需求線 所以水平的需求線是什麼意思 你面對水平的需求線呢 表示什麼 你的H&D 你面對市場的H&D 趨近無窮大啊 所以你的Learner Index呢 趨近於零 P等於NC呢 所以你的Learner Index呢 也是等於零嘛 對不對 你的Learner Index也是等於零 你的Learner Index也是等於零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 他面對的需求線 這也是一條水平線 對不對 所以他沒有Monopoly Power 他沒有市場的決斷能力 他沒有市場的獨佔能力 他沒有市場的獨佔能力 那假設他今天面對的這個需求線呢 是 負協率的 如果他是面對整個市場的 這個負協率更大 當然他漲價的時候呢 顧客跑不會流色的程度越大 那你是不是說 他有比較大的Monopoly Power 他有比較大的獨佔能力 所以這個是從廠商的觀點 來看說你這個廠商呢 你擁有多少的Market Power 你有多少的那個 那個 就是人家 你可以想的是 人家要來拜託你生產東西的程度 完全競爭市場的時候 顧客不會來拜託你生產東西 你漲就偶罩 一大堆東西可以選擇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顧客 就是一定要買你的產品的時候 你漲價顧客流色的程度就比較弱 那你就知道他有比較多的Monopoly Power 他的那一代PE距離MC的那個距離就會比較大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用這個東西來理解 說這個叫做這個廠商的那個獨佔能力 所以我們就有兩種指標 一種是用市場集中度 一種是用Monopoly Power 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很簡單 這個部分都是一些比較 那個敘述性的 比較敘述性的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講 我們再繼續講 小麦粉 我以為 canvas 他操作了 好 好,剛剛有這個應該都沒有問題啦 剛剛有那個東西跟大家介紹那個比較敘述性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那個寡占模型 然後分析寡占廠商他們會怎麼互動 會怎麼互動 寡占模型Kunogam 這個東西呢 通常國家考試考題也就說考題 一定會考這個 你可能不見得每屆都會有啦 可是呢你每年考試 每年考試你一定會碰到一兩間 我看這樣還蠻容易的 Kunogamadol Kunogamadol 然後國家考試考題也很容易碰到這個題目 所以我這堂課就做分析這個東西了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呢 很容易你一定會碰到呢 因為它 它是用數學的方式來幫你找NASH均衡 所以它完全就是考你對賽局的觀念 然後賽局找NASH均衡概念 就是我們這個上個禮拜跟這個禮拜 剛剛我們講Normal Form Gap 我們怎麼找呢 我們找NASH均衡就是把Payoff的那個 那個報酬舉證寫出來嘛對不對 然後直接用畫底線方法來找 Kunogamadol叫你說用數學的方式來描述這件事情 然後用數學的方式來找NASH均衡 所以在概念上很漂亮 那所以在那個什麼 那個每年研究所考試考題呢 應該都會碰得到啦 你大家都會碰得到研究所考試考題 國家考試考題呢 你做考考題一定會做到Kunogam 一定會做到Kunogam 所以上課我就講Kunogam 我在研究所課的時候 我講另外一種Gam 另外一種比較複雜 有Bertrain Gam Oterolin Gam 這個比Kunogam都複雜很多 可是Kunogam因為都會考考試都會考啦 所以我就講這個東西 Kunogam跟你說他怎麼樣來分析 寡站之間的廠商怎麼樣互相競爭 我剛剛講寡站的特徵是什麼 彼此牽制 當你在做決策的時候 假設廠商裡面呢 市場產業裡面有兩千或三千公司 你在做決策的時候呢 你會想對手怎麼做決策 對手做決策的時候 你也會想說 對手你會想說你怎麼做決策 然後也會想說你怎麼做決策 所以你在做決策會想對方 對方做決策會想你自己 所以很適合用賽決方式來做分析 寡站模型是這裡面最簡單的一種 他就講說呢 市場裡面呢有兩間公司 然後這兩間公司呢 生產同質產品 然後呢 他們呢 他們在做選擇的時候是以產量當成他們的決策變數 決策變數 來我們上個禮拜講說在分析賽局的時候 你要抓住幾個component 第一個你要抓住player 所以他在裡面 component game就是兩間公司 然後呢 第二個你要抓住他們的action 他們的牌 他們可以出哪種牌 component game呢 就是說他們是以產量當成他們的決策變數 component game另外一種是以價格當成他們的決策變數 那這裡面我們就不討論另外一種 我們討論這種component game 大家呢 在什麼 大家選擇他們產量作為決策變數 就是說在數量上做 在數量上做的競爭 你可以這樣理解 食物上有沒有這種case 有 比如像說石油 石油 石油輸出國家 全世界好幾個國家 他們基本上就是類似這種苦弄game這樣子 就是只有這幾個國家有 比如像中東的這些國家 然後呢 他們決策變數就是選擇產量 決定說 我今年呢 要生產多少產量 我可以生產一大堆 把整個市場價格都壓下來 我也可以生產一點點 然後價格很高 價格很高 那可能石油呢 對大家來說呢 都是同質產品 都是同質產品 所以呢 消費者在做選擇的時候呢 消費者在做選擇的時候 石油就石油 我就是 我就不會去分辨 我就不會去騙說 這個是中東來的 這個是 這個是拉美來的 我不會去做這個選擇 就是石油 我就是選擇石油 我就是選擇石油 所以 都是同質產品 因為是同質產品 所以市場上就有一個價 就有一個價 一個價格 就不會說 這個是哪裡來的石油 這個是哪裡來的石油 不用 就是說全部都是石油 就是一個價格 就是一個價格 所以 兩間公司呢 就在競爭說 我要生產多少產量 我如果產量多一點呢 那價格就會低 那對手也會低 我也會低 可是如果我產量多一點 我可能可以多搶到一點市占率 我價格少一點呢 價格會高 對手價格也會高 可是呢 我就市占率就會少一點 對手 市占率沒比大一點 大概是這樣就做選擇 這樣講你可能還是很模糊 我們直接用一個例子來討論它 我們直接用一個例子來討論它 我在講剛上面呢 第六頁 有給大家這個例子 那我就很快把這個例子 把它寫下來 把這個例子寫下來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討論它 體育上說你現在想像說我兩間公司A跟B 然後呢 他們生產D論 生產D論 D論這種產品呢 基本上呢 接近是同質產品 接近同質產品 你去買電腦的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你們 還會不會自己組裝 你們電腦是自己組裝的嗎 大家在那裡叫做筆電 20年前的時候很流行組裝電腦 不管你是李祖文祖 大家都會組裝電腦 那時候我在台大 我們都去光榜上場 我們都去光榜上場 光榜上不是去找那個 不去找你低潮的東西 他去光榜上場 是去找那個什麼 去找記憶體 那去的時候就一大堆了 不只記憶體 就找電腦零件 都一大堆在那邊擠來擠去 然後就很多間小公司 很多間那個小店 然後小店就會標出一大堆 列出一大堆的東西 比如像D論多少錢 CPU多少錢 硬碟多少錢 然後什麼什麼 什麼電源 那個主機板多少錢 然後power supply多少錢 然後大家就這樣去繞 那通常D論 可能有人會去選 有人會選廠牌 不過大多數來講 就找D論 就是找說 找最便宜的 大多數這樣找 可能有人會分 可能大家 大多數也還好 大家生產中都差不多 那時候就是這樣的 去光榜上場 繞一圈 你就會把CPU D論 Hard D 主機板 power supply 機殼 全部都把它找 找外 還會再自己把它組起來 以前都是這樣幹的 還蠻好玩的 可是現在很像 很像不流行 組裝自己組裝店 OK anyway 想像現在就兩間公司 A跟B A跟B 生產D論 那D論是同質產品 同質產品 然後呢 第二個呢 就是說這個 D論是同質產品 D論同質產品 D論同質產品 所以消費者沒有辦法 區變A公司跟B公司的 被A公司跟B公司 生產東西的差別 所以就是 所以市場上呢 市場上就是一個價 所以AB的產品 A跟B的產品 在市場上呢 就是一個價格 反正就是說 就是D論嘛 你不會分A跟B的 你就會覺得說 反正就是D論 所以他的產品 在市場上 是只有一個價格 只有一個價格 只有一個價格 然後第三件事情呢 這個挺我假的 第三件事情是這樣子 A跟B呢 A跟B呢 他們呢 是同時 每一次開始 每次 每個生產季節開始的時候 就是同時決定 譬如說每一年開始 同時決定那個產量 同時決定產量 也就是說我說呢 他們的Action呢 他們的Action呢 是產量 他們的Action是產量 然後 他們的Action是產量 這是他們的Action 然後 有另外一種GAME 也是生產同時產品 可是呢 兩間公司是同時決定價格 大家同時決定你的價格 在這邊呢 我們是 同時決定產量 A公司跟B公司 他們在生產的時候呢 在今年度 譬如像你就想像 今年度開始 A跟B決定要生產多少產量 然後我就生產 譬如像我生產一百萬 一百萬顆 然後對方也生產一百萬顆 然後呢就丟到市場裡面去 然後看今年的市場的需求量是多少 就來決定出市場的那個均衡的價格 它就是 大家各自決定產量多少 然後透過自己的 戶貨商或透過一大堆零售商 然後零售商再去市場裡面呢 然後最後再跑出這個 市場的均衡的價格出來 這個Model基本上是這樣子想 基本上這樣子想 然後呢我們 把市場的情況描述完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生產的情況跟你說 生產的情況是這個樣子 我們簡化這個題目 MCA等於30 這個A的編輯成本等於30 跟這個MCB呢 B的編輯成本也等於30 我們簡化這個題目 所以A跟B的編輯成本呢 都是30 然後這個30呢 就都是常數 就都是常數 Constant 注意這個是 這兩個都是常數 就是一個數字不會變動 不管你生產多少都是30 MCA等於30 MCP等於30 因為它是常數 所以它的平均成本 平均變動成本也會是常數 平均變動成本也會是常數 我們就這樣假設比較簡單 就都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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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才忘記跟大家講的東西 市場的需求 市場的那個需求 市場的需求 市場的總需求是這樣子 市場的總需求是這樣子 Demand 市場的總需求是這樣子 Demand呢 是P 它是Q的一個函數 100減掉1 3分之1的Q 這個是市場需求長這個樣子 市場需求長這個樣子 在那個講章上面有說 所以這個題目基本上是這樣 兩間公司A跟B生產同質產品 這個叫DRAM 因為是同質產品 所以兩個公司的產品在市場上就是一個價格 消費者不會說 這是A的DRAAM 那是B的DRAAM 所以價格不一樣沒有 就是DRAAM 而已 DRAAM就是一個價格 那A跟B呢 他們的決策呢 他們就是 每年年初開始決定 今年我要生產多少DRAM 然後 生產多少DRAM以後呢 這個DRAM 就透過他們的 那個經銷商進到這個市場 然後再看這個市場的需求量 這個總需求量是多少 市場的總需求量是多少呢 那大家在 在 決定出那個價格是多少 在決定出這個價格 現在決定出那個價格 然後生產的情況呢 所以我們把這個題目簡化MCA等於30 MCA等於30 好 面對這樣的題目 你要怎麼來分析 來 第一個 Player A跟B 兩個都決定好了 同時決定 所以我們就用Lomopone Game來分析 Action 產量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要把Payoff找出來 我們就要把Payoff找出來 那Payoff怎麼找出來呢 來我們來把它寫下來 Payoff要找出來也非常的非常的 也非常的簡單 相信大家現在都很可以很快可以找 來 第一件事情 你要Fidgeout 你要找出你的Payoff出來 你要找出Payoff出來 那Payoff怎麼找呢 A公司的Payoff就是他的報酬啦 那報酬是什麼 PiA等於 PA乘上QA 減掉30QA 假設 沒有固定成本 所以呢 平均電器成本 MCA等於30 MCB等於30 是常數 所以AVC 平均變動成本 for A廠商 還有平均變動成本for B廠商 也都是30 然後我們假設沒有固定成本 我們假設沒有固定成本 所以他的總成本就是30乘上QA嘛 總的收到錢的就是Pay乘上QA 我把它再注明一下無固定成本 我們得到他的A的報酬就是長這樣 對不對 Pay乘上QA減掉30乘上QA OK 好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再檢下去呢 接下來再檢下去有個很重要的detail 要跟大家講 通常大多數的人 第一步知道怎麼寫 第二步就寫不出來了 來 你現在你的Action 你的Action是QA 所以QA是廠商在決定的 PA呢 是市場上的P 市場上的P 注意哦 這個是市場上的P哦 PA等於PB 我說市場上只有一個價格嗎 然後PA等於PB等於P 那市場上的價格怎麼決定的 看這個需求線出來的 對不對 看這個需求線出來的 所以市場上的價格怎麼決定呢 市場上的價格是這樣子 市場上的價格 我剛剛說了 市場上只有一個價格 所以 PA等於PB 就等於市場上的P 那P怎麼決定的 它是100減掉3分之1Q 這個QG的這個叫做總產量 整個在市場的總產量 這個叫做total的產量 這個是total的產量 所以這個故事是這樣子 兩間公司 各別決定他們的產量 然後呢 他可能 A可能決定QA B可能決定QB QA加QB得到市場總的Q 再到市場裡面 你就會得到 最終的均衡的P出來 所以均衡的P 就會等於這個100 再減掉3分之1 Q是總產量 所以就是QA加上QB OK 我這樣寫可能後面會看不到 我把它寫下來 就會等於這個100呢 減掉3分之1的QA加上QB QA加上QB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非常重要 我就用紅筆把它寫下來 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100 減掉1分之1的QA加上QB 然後呢 再乘上QA 減掉30的QA 減掉30的QA 我後面用綠色的寫好了 最重要的部分 我用紅筆來 紅筆來寫大家比較清楚 QA減掉30QA 在這裡 在這裡 所以我說兩間廠商互相牽制在哪裡 就是在這個價格的部分 你可以決定QA 所以你知道你的成本是多少 你知道你的產量是多少 可是這個價格呢 你就會受到對手牽制 你的QA比較少 對手QAB比較大的時候呢 整個價格還會被壓下來 你不能夠想像獨佔一樣 你在獨佔的時候只有你自己嘛 你決定多少產量市價就是多少 現在不是 現在是你決定多少產量 那價格你是不是能夠你來決定的 很難說要看對手的 他怎麼決定他的QB 對不對 所以你在決定QA的時候呢 對手也會在想說 你要看對手怎麼決定QB 才會得到你的均能價格 那同樣的 對手在決定QB的時候 他也要看你的QA是多少 才會決定出市場價格 所以你就會必須互相去猜測對手要怎麼走 必須出去互相去猜測對手要怎麼走 所以互相牽制就在這個地方 互相牽制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繼續進步就把PiA寫出來 PiA寫出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PiA寫出來 你現在知道是長這個樣子啊 那你呢 可以繼續把它那個化檢 然後基本的代數技術 那個數學運算呢 我就把它寫下來 3分之1的QA 平方 減掉3分之1的QA QB 然後再加上70的QA 你做出來就會是這個樣子 同樣的PiB也是這個樣子 我再重新寫一次 PiB等於PB乘上QB 減掉30的QB 然後呢 你知道這個價格 價格是 它的價格呢 是市場做一個價格 所以是100呢 減掉3分之1的這個QA 加上QB 價格是100減掉3分之1的市場總產量 所以不只有它的Q 還包括QB 在決定它那個價格的時候 不只有它的QB 還有它還有改造A的QA 對不對 然後再乘上QB 減掉30的QB 所以最後呢 你就會得到它的PiA PiA function呢 會長這個樣子 會長這個樣子 所以呢 這個你就 透過這個方式呢 你就可以把A跟B的PiA写下來 PiA写下來 好 可是它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同時決定產量 對 同時決定產量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把PiA写出來 就是說因為 它不是同時決定產量 同時決定產量 所以我們要用Normal Phone Game來分析 那用Normal Phone Game來分析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找出Player是誰A跟B 然後他們的Action就是有很多的Q 然後第三個就是我要把PiA写出來 找出來以後呢 我現在要怎麼分析 以下我可以畫表格出來 好 所以你現在到這一步的話 你要怎麼做分析 你就 第一個做法就是 你就把表格整個都畫出來 A跟B廠商 然後他們的報酬呢 不是我們在講Normal Phone的時候 每個報酬都把它寫下去 現在我就這樣求出來了 所以你就可以想像說 如果QA的廠商決定的產量是50 B決定50 然後去算出說 他們的PiA跟PiB是多少 A如果是51 B是50 他們的PiA和PiB是多少 A是52 B是50 他們的PiA和PiB是多少 在那個公式裡面嗎 然後55 152 53 54 55 然後換很大的表格 然後自動讓它Copy paste 可以算這個東西出來 可是有更聰明的方法啦 那我們下一節課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講這個更聰明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OK啦 好 那我就先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現在繼續上課 我們繼續上課 然後談到寡算模型 我們講那個 Kuno Gap Kuno Gap 這個部分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要跟大家說 非常重要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這個研究所必考題 研究所必考題 然後 研究所必考題 國家考試必考題 然後你以後如果去考國家考試的話呢 補習班一定會講這個東西 然後呢 反正你國家考試也不會只考一遍 你會很多東西去踹 你會很多東西去踹 那 通常都會碰到這個題目 現在不知道怎麼樣 可是以前是Kuno Gap 很容易碰得到 然後呢 那個研究所考題也是你 反正你通常考研究所 你也不會是考一遍嘛 你都全台灣都會去報 大家就輪著考 我那時候 報三四 我那時候報四遍已經算很少了 我就報台科大 台大清華 跟中正 那後來 台大考我就知道我會上 所以我中正就沒有去考 大概就少算了 只是一般人都會報很多遍 可能你會去報那個台正的 然後呢 自己學校當然會去報中山 然後呢 會一直報 可能你會去報到 報到 maybe 你也會 四中可能也會報 然後呢 你 你或許還會去報 報地零大學 然後你可能會去報一個地零大學 大概就這樣子 你看我考研究所都有個策略 大家都會 都會一個論 你因為你考很多間 所以你通常都一定會碰到苦農件 然後反正你某一間一定會碰到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 我說算重要啦 因為考試會考 考試一定會碰到 那個題目很多啦 我不知道今年怎麼樣 可是以前好像都還蠻常碰到這個題目 好啊 那我們再回來 我們剛剛講 苦農件講的是什麼 兩間公司 然後呢 他們生長同資產品 所以 消費者不會區分說 這個產品是A公司的產品 這可能是B公司的產品 比方D-RAN 消費者就是 就是D-RAN 不會說A公司的D-RAN B公司的D-RAN 就是D-RAN D-RAN就是一個價 就是一個價 然後他們的兩間公司的決策變數 就是Q產量 就是產量 所以那個Megneson 那個機制有點像說 A公司今年初決定要生長做到產量 100萬顆 B公司決定也是100萬顆 然後呢 透過各自的經銷商 跑到市場 市場再決定出一個價格出來 再決定出一個價格 其實像是這個樣子 好 然後呢 我們 這個GAME這樣子 我們 上次有跟大家說 你要先 找出一個分析的GAME之前 看到這個問題 你要先把幾個重要component先抓出來 第一個Player 一個B Action 產量 第三個Payoff 所以我們就先把Payoff給寫下來 那Payoff呢 寫下來的時候 基本上很簡單 剛剛下課大家大概也清楚 Payoff是什麼 你收到錢 減掉你的成本 收到錢是多少P 乘到QA 減掉成本 30 減掉QA 通常這種題目呢 可能在這個題目 他弄簡單一點 NCA等於30 考試如果我要搞大家 我就會讓NCA變成一個函數 一個函數 如果我可能會讓成本變成一個函數 那也就是一樣 你就是 後面你就是要把成本帶進去 我可能會這樣做 這樣做大家就會算得爽一點 如果這樣的話大家就會簡單一點 簡單一點就是30 QA 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有個重點 我再強調一次 就是 對PiA來說 A公司來說 他的報酬是什麼 價格乘上他的產量 減掉他的成本 那他的成本呢 是決定他的產 就是 只決定於他的產量 不決定於B的產量 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PiA QA是A公司自己決定 QA是A公司自己決定 所以你在從這一步到下一步的時候呢 你知道 QA 你自己的公司的利潤呢 只跟你自己的公司的產量有關係 所以是QA 成本呢 也只跟你自己公司的產量有關係 所以是減掉30%QA 可是價格不是 這裡面的機制是 A跟B 決定各自的產量 丟到市場上 以後呢 市場再決定出價格 所以市場上的價格會同時受到QA 也會同時受到QB的影響 所以市場上互相牽制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點點很重要 因為過去很多同學 初學者在這邊犯的錯誤 就是說 依著你在 從這部寫到這部下來之後呢 你的PA呢 在這裡之後 接你的QA QB就忘記放進來了 這是第一種錯誤 第二種錯誤是 把這個QA呢 寫下來之後 變成是QA加QB QA加QB 這也是個錯誤 你要搞清楚 這步到這步的時候呢 QA沒有變 唯一的是P 為什麼P會放QB進來 因為價格是整個市場都在決定的 所以從這步到這步寫下來呢 就是考驗你對這個模型的機制的認識跟了解 A公司的報酬只決定於他自己的產量 可是價格不是他決定的 價格是市場決定的 那市場價格怎麼決定的 由總產量來決定 總產量是QA加QB 了解嗎 這步很重要 你從這步到這步寫錯了 最後答案就會錯 答案就會錯 通常我以前改 看那麼多件 通常錯最多的是從這步寫到這步 你這步到這步你寫對了後面就幾乎都會對 沒有問題啦 所以我如果PiA寫出來以後呢 我就可以把他最後把他寫寫成這個樣子 寫成這個樣子 同樣的B公司的報酬 我也可以這樣寫下來 B公司的報酬等於什麼呢 他收到的錢 收到的錢是什麼 市場的價格 他的價格 因為他是賣他東西就是他的價格 他的價格乘上QB 減掉30乘上QB 可是呢 他的價格呢 我剛剛講他的價格 市場上就只有一個價格 所以 他的價格會等於A的價格 會等於市場上的價格 市場上的價格 是市場上大家的總產量所決定的 可是呢 他的報酬呢 你想想看 價格是總產量的決定 他的報酬就是 市場的價格乘上 他生產多少東西 你生產QB就是QB 你不會去賺QA的那一塊 所以就是QB 減掉你每生產一大塊成本是30 那乘上你生產多少就是QB 所以得到的是這個東西 然後等於最後這一塊 理解嗎 所以你現在搞出Player 你搞出Action 你搞出Payoff 接下來是不是就可以用Normal Phone Game來分析 接下來就可以用Normal Phone Game來分析 Normal Phone Game怎麼分析 你把報酬舉證寫出來 這個叫Payoff Matrix 報酬舉證 Payoff的Payoff Matrix 報酬舉證 就是我們在做分析的時候呢 Normal Phone Game的時候都會 怎麼樣 把Action這樣寫下來 0、1、2、3、4、5 一直寫下去 然後呢 每個報酬 在這個Game Know Model裡面呢 那個公司的Cucket出的牌呢 決定就是產量 產量可以怎麼決定 從0開始 0、1、2、3、4、5、6、7、8 到無窮大 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寫 0、1、2、3、4 然後把它列一張表出來 你可能考得到 100、200、300 然後列一張很大表 然後開始用畫底線方式來照 寫作業你可能可以這樣搞 然後要搞到一整天 然後覺得我超爽的 期末考這樣搞你就會寫不完 期末考這樣搞就會寫不完 所以怎麼做 我們就必須用數學方法來描述這件事情 我們就必須用數學方法來求這個解 我們過去如果再用Normal Phone Game 我們把那個標準是寫下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找NAS均衡的 我們用畫底線的方法對不對 那畫底線怎麼找 我想像說這邊是兩間A公司跟B公司 這邊是A公司 這邊是B公司對不對 然後你看看他們的報酬舉證寫出來是這麼多 我是怎麼想的 給定如果B公司定價策略是50 I'm not sorry 不是定價 產量的策略決定50的時候 A的罪事回應是多少對不對 然後A如果罪事回應是某個產量 其實我大概算過 他的罪事回應是在80的地方 80 80 比如說你可能算一下就報酬 然後這邊是x這邊是y 好 給定他的策略是50的時候 A的罪事回應是80 你就再標他一個x對不對 給定B是51的時候 你就去比看A的罪事回應會是多少 給定B的策略是52的時候 決定他的最佳回應是多少 對不對 我們弄畫底線的方法就是這樣找的 記不記得 對不對 給定B採取不同的策略之後 你去看A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然後我們再反過來 看給定A的 比如像A的策略如果是50的時候 B的最佳回應其實也會在80 也會在80 也會在80的這一點 所以假設80的那個地方是U跟V 然後你就是在V的地方畫一個底線 對不對 我們用畫底線的方法是這樣找的 給定B的策略 55 1 5 2 其實應該從0開始 0 1 2 3 4 給定他每個策略 去找出A的最好的回應 然後在他最好的回應畫一個底線 然後反過來給定A 選擇他每個最好的策略 給定A在每個策略找出B最好的回應 然後在那個最好的回應他畫一個底線 對不對 然後呢 找看看有沒有某個結局是 剛好畫兩個底線的地方 然後我們說這個叫做NATG 對不對 NATG為什麼會用畫底線的方法來找 因為他的定義是這樣的 物為最佳回應啊 給定B的策略找出A的最佳回應 然後如果剛好那個 給定B的那個策略A的最佳回應 的那個B B的那個策略呢 也是A的最佳回應的最佳回應 那這個就是內訊訊號 對不對 這個就是內訊訊號 對我們內訊訊號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怎麼用透過數學方式來描述它 來我們先回想一件事情 第一步 我們剛剛畫幾天的方法 第一步是什麼 給定B的策略找出A的最佳回應 那什麼叫做最佳回應 那個策略能夠讓你的報酬最大 對不對 那個策略能夠讓你的報酬最大 請問這個叫做什麼事情 這個叫做求極大化 我們那時候在完全競爭 在獨佔的時候都做過這個事情 對不對 選定 完全競爭的時候是什麼 選定的產量 那個產量讓你的利潤最大 對不對 然後呢 在獨佔的時候 是不是也是一樣 M A等於MC 是怎麼找出來的 是因為給定 那個什麼 就是獨佔廠商 你知道 你知道它的收益的方程式是什麼 對不對 它的收益的方程式 就是Pi一樣 等於PQ減到T P乘上Q減到TC 然後就是對它做為分 因為它就要選定一個最好的Q 能夠讓它Pi Max 現在呢 一樣啊 對不對 給定B是不同的策略 它也就是把這個東西外生 把它外生 就是想說不用理它 它是外生變數 然後呢 去找說 比如像B是50 比如說外生變數 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理它 你可以把它帶一個數字進去 帶一個數字進去 然後呢 你的Pi 就會變成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呢 你就去找你的那個Function 找你的那個QA 讓你的那個Pi最大 好 這件事情 我們用數學誌來寫它 我們用數學誌來寫它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這樣子 給定 這個叫做 對PiA來說 對A公式來說 對A來說 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是 給定 給定QB 給定QB 然後呢 就是說 當B是外生變數的時候 當它是外生變數的時候 外生變數的時候 你就要找一個 找一個 這個QA 使得 這個你的PiA最大 找你的PiA最大 這件事情我用數學來寫的就是這個事情 我相信你們現在在維基分 可能有學到這個東西了 就是Maxima你的PiA 然後選你的QA 我就是要做這件事情 你知道說我們有講過很多次嗎 這個東西怎麼找 找一階條件啊 對不對 找一階條件啊 PiA對QA求偏微分 設它等於0 找出來這個解能 就會是 最好的QA讓PiA能夠最大 讓它能夠最大 所以我們就知道這個事情怎麼找 就是PiA對QA求偏微分 對不對 為什麼要求偏微分 因為當把QB當成是外生變數 你不用理它 然後呢 你就選個QA讓你的PiA能夠最大 對不對 你知道說當這個條件符合的時候呢 那個QA如果能夠符合這個條件的時候 那個PiA會是最大 所以我們剛剛也知道 PiA是什麼 PiA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找出來會是什麼東西 算出來會就會變成 就是負3分之2的QA 然後呢 減掉3分之1的QB 加上70等於0 你就會知道這個東西 所以相對來說呢 你在畫減 你就會知道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就是 QA等於105 減掉2分之1QB 這個東西我們叫它反應方程式 我們說這個叫做反應方程式 反應方程式 Reaction function 這個東西叫做反應方程式 所以這個工具它跟你說什麼 它跟你說 如果 如果 QB等於50的時候呢 最好的QA是多少 最好的QA 就是QA的 START 是80 這個就是我剛剛 做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宣算的這個東西 所以我才知道說 B 設50的時候呢 最好的A 最好的回應 會是80 所以一樣呢 你可以帶進去啊 如果QB是52的時候呢 A最好的回應 會是多少 就會是79 就會是79 所以如果你這邊 52畫下來 那你這樣 設個 你就會找個最好的回應 就是79 就會是79 那通常我們在求 QNO GAN的時候呢 通常對的產量要求 不會是整數啦 就是說如果你是0.5 那種也可以啦 所以如果你是0.5也可以 你如果這個NOMOFOM 要用表格的話 這樣你就要把0.5 把它放進去 你也很挑逼 你會做到很累 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用數學方式來求他 一定要用數學方式來求他 一定要用數學方式來求他 所以你就會得到 QA等於105解答分之1QB 所以同樣的 同樣的 同樣的 你今天也可以用類似的概念 來求B的反應方程 是什麼叫B的反應方程 是 給定QA 給定QA是任何一個值 找出B的最好的回應 B最好的回應就是這樣子 你一樣是 maximize你的 你的πB 然後呢透過QB來選擇 那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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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當成是外生變數 因為你現在在討論的是 B 討論的是B 所以一樣 你就可以這樣來求 所以求出來的 就會是 負3分之2的QB 減掉3分之1的QA 再加上70 等於0 所以一樣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叫做 B的反應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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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給定不同的QA 然後 B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給定不同的QA B的最佳回應是什麼 所以這個也叫做 反應方程式 這個也叫做 反應方程式 一樣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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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他現在講的是 他現在講的是 我不要這樣寫 這個也叫做 反應方程式 這個叫反應方程式 這是B的反應方程式 一樣是reaction function 所以一樣他也是說 如果QA等於50 QB最好的回應 會是多少 會是80 如果QA等於60 QB最好的回應 會是70 會是75 像這個樣子 可以帶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用跨底線方法 是 你就把所有數字 算出來 用人工比最好 這個是用數學的方式 來找出這個最好的回應 找出這個最好的回應 好有沒有問題 所以你現在找出了這個以後呢 你就可以再想 對不對 給定QB是不同的值 QA會有個最佳回應 給定QA是不同的值 QB會有個最佳回應 所以這裡面說什麼 你知道說 如果他這裡面說 QB是70 QA最好的回應 是多少 也是70 這個B的答應方式 是說什麼 QA是70的時候 QB最好的回應 是說什麼 也是70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畫底線 畫到兩個 兩個都是一樣 QB是70的時候 QA最好的回應是70 當QA是70的時候 QB最好的回應 也剛好是70 對不對 所以當你找出兩條 反應方程式以後呢 A的反應方程式 跟B的反應方程式以後 你就可以連力求解 連力求解 連力求解 連力起來 連力求解 連力求解以後呢 它的概念就是說 你找出一個這個值 兩條反應方程式 兩條反應方程式 這非常簡單 二元一次 連力方程式 你就會得到這個QA star 會等於70 QB star 也會等於70 在這個例子 在這個例子裡面呢 兩個QA star 剛好 QA star跟QB star 是剛好相等 不見得 求出來一定是相等 有些時候 比如說他們的邊際成本 不一樣的時候 求出來就不見得相等 在這邊相等 是因為他們兩個邊際成本 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的 payoff的結構是一樣的 payoff的方程是一樣的 所以 結構是一樣的 求出來的QA star 跟QB star 會是一樣的 如果payoff的結構不一樣的時候 都求出來就會是不一樣的 就會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 另外一個例子 就會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呢 你求到QA star跟QB star等於70 你就可以得到 市場的totalQ會是多少 我把它放上一點 大家比較容易看得到 比較容易看得到 市場totalQ會是多少 市場totalQ QQtotal 就會等於是兩個相加 兩個相加QA star加QB star 就會等於是140 然後這個時候呢 整個市場的價格呢 會是多少 市場的價格 就是我剛剛講的 市場需求線 100 減掉三分之一 乘上Qtotal total 所以市場這時候的均衡價格 就會是 53又三分之一 53又三分之一 就會是這個東西 53又三分之一 你就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你就把這個東西帶進去 那你一樣 在這裡面你可以求出那個 這時候各自的利潤會是多少 各自的利潤會是多少 你就是把各自的利潤 剛剛各自的利潤是什麼 那個piA等於PA 乘上QA減掉30QA P你知道了 P你現在知道是53又三分之一 53又三分之一 QA你知道是70 QA你知道是70 所以你知道在均衡的時候呢 pi star for A會是多少 你可以把它帶進去 會是1633又三分之一 那B也是一樣 B也是一樣 B也是一樣 市場均衡的時候呢 價格是53又三分之一 QB是70 QB是70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最好的時候呢 就是說當他們在natch均衡的時候呢 piB star會等於1633又三分之一 1633又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就是苦諾均衡 那可以把說 這個就是苦諾Game的那個 苦諾Game的那個球捷 大家要會做這個題目 要會做這樣的題目 好 那個 這次的作業 去網大下載的作業呢 就是給你們這樣一個練習 他就是 會給你這個苦諾Game 所以你把這個弄清楚 然後作業去練習看一次 然後做一次 做一次 那你大概就會知道怎麼球 下個禮拜小考 我們也會考這個東西 期末考也會考這個東西 以後你們在研究所考試 國家考試 國家考試也很容易碰到這樣的題目 這個就是苦諾Game OK啦 OK啦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還可以做另外一個練習 還可以做 如果你覺得作業寫不夠 你還可以再做另外一個練習 那不用教了 你可以回去練習看看 你可以練習看看 如果我今天說 如果我今天說 我就直接用藍筆寫在這裡了 如果我今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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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CA 我用藍筆來寫 如果我今天說 MCA變成25 MCA變成25 你回去做做看 看會怎麼樣 你回去做做看 如果我今天把MCA變成25 你看結果會怎麼樣 你自己再做一次看看 MCA變成25 MCA還是30 所以 πB還是不變 然後呢 這個πA呢 30會變成25 所以那個A的報酬結構會改變 A的報酬結構會改變 所以A的反應方程是會改變 那B呢 B還是不變 B還是不變 然後你去做一次 然後連理求解 做一次找反應方程先 改變A的報酬結構 它的成本 30現在變成25 然後B呢 不變 然後求A的反應方程是 B的反應方程是 然後最後再連理求解 然後求到那個NASG 你回去練習看看 回去練習看看 我跟你說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MCA等於25的時候 最後的NASG會是長這個樣子 PA star Sorry 不是PA star 是QA star 最後的NASG呢 是QA star呢 等於80 然後QB star呢 等於65 最後的結構會是這個樣子 你回去練習看看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這個 QA等於30 把MCA等於30 MCA等於30 MCA等於30 得到的那個QA star 跟QB star NASG呢 會都是一樣的 可是呢 如果說MCA等於25 MCA等於30 他們的報酬結果會不一樣 求出來的NASG均衡呢 就會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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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可以注意在這邊的時候 有個特性是這樣子 有個特性是這樣子 MCA等於25 MCA等於30 所以A的成本比B的成本低 那A的成本比B的成本低 所以A呢 在生產上 生產上它會有優勢 那有優勢就是什麼 它的試占率會比較高 它的試占率會比較高 所以它的QA star會變成80 那QB star呢 會比較低 會變成60 會有這樣的一個特性 你回去練習看看 然後再去體會一下這個事情 有沒有問題這個部分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講最後一個 這個叫做聯合壟斷 聯合壟斷卡佩爾 聯合壟斷怎麼搞 OK啦 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這部分 沒有問題啦 OK啦 沒有問題啦 好 聯合壟斷怎麼搞 那個 前幾天我在廣播聽到 那個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石油輸出國家組織 他們最近開會決定 最近開會決定 明年要在全部一起減產 這種就叫做聯合壟斷 開始決定一起減產 這個就叫做聯合壟斷 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A跟B兩間公司 他們各自在做決定的時候 我考慮你怎麼做決定 然後你也考慮我怎麼做決定 給定你的最佳策略選定 給定B的策略呢 決定我的最佳策略 B呢也去想像說 給定我的策略 決定我的最佳策略 然後大家 在沒有溝通的情況下 互相各自決定自己的最佳策略 然後找到這個內施均衡 這個叫做CNOMODEL 那聯合壟斷是什麼呢 大家約定講好 我們呢 讓總是整個市場的產量呢 到哪個地方去 這個叫做聯合壟斷 通常的情形是在寡散的情況下 總的產量會比聯合壟斷的產量呢 還要來的高 所以才會有聯合減產這件事情 前陣子石油是不是國家組織就做這個宣布 他們說要聯合減產 聯合減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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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聯合壟斷呢 你可以想像 它就是大家 比如像今天AB兩間公司 他們生產同時產品 然後 然後本來是互相競爭的情況下 我沒有說好 我們一起要撐產多少 你給定對手的產量 我決定我的最佳產量 然後對手也給定我的產量 決定他的最佳 拿到護衛最佳產量 跑出那群軍人出來 如果他們今天講好 一起聯合行動的話 你可以想像那個情況是什麼樣子 想像他們兩間公司 變成是一間獨佔的廠商 然後一站一間獨佔的廠商 然後決定出一個 對整個市場 對我們兩個人最好的 對我們兩個人加起來 最好的那個利潤 最好的那個產量 讓那個產量 讓我們兩個人加起來 利潤能夠最大 然後 決定完總產量後的好處 得到利潤我們再對半分 這個叫做聯合壟斷 然後我們來 來簡單把我剛剛講的話寫下來 這個是呢 一起決定呢 決定呢 最好 最好的產量 最四產量 一起決定最四的產量 然後這個最四的產量 是什麼呢 最四的產量是呢 這個 maxima 這個是最四的產量是 maxima呢 piA加上piB 也就是說呢 讓我們兩個人的總利潤呢 最大 讓我們兩個人總利潤最大 一起都達到最大 然後呢 好處在對半分 你看到這邊你可能還是會有點疑惑 兩個人一起決定最四的產量 這兩個總的pi 怎麼會比個別的pi還要來的大 我們等一下繼續講下去 你們就會知道了 一起決定這個最四的產量 這個最四的產量是讓你的這個總的pi 能夠最大 然後 總的 總的產量來到最大後呢 好處在對半分 好處在對半分 這個就是聯合壟斷 在對半分 在對半分 什麼意思 剛剛我說到這個例子裡面呢 市場 p會等於100 減掉三分之1Q p會等於100 減掉三分之1Q 所以我們知道p 這個 如果兩間公司呢 是一起決定最四的產量 就會想像說他們變成一間公司了 所以一間公司的利潤是piA加piB 所以他們是獨佔的廠商 獨佔的廠商 變成一間公司 市場呢 是p等於100 減掉三分之1Q 市場是100 減掉三分之1Q 然後 成本呢 大家都一樣 成本呢 大家都一樣 mca等於mcb也都等於mc等於30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總的市場呢 大家的利潤總的total利潤是多少呢 就是 價格乘上大家全部的Q 我就用這個Q來 表示 減掉30乘上Q 對不對 減掉30乘上Q 所以我們就用獨佔的想法來想它 獨佔的想法是怎麼想 100 減掉三分之1Q 再乘上Q 再減掉30Q 所以我們會等於多少呢 等於100Q減掉三分之1Q平方 再減掉30Q 對不對 這樣子嘛 Sorry 沒錯 沒錯 所以呢 我們就maximize 我們就是maximize 這個總的total 總的total 然後呢 決定出我們整個市場最好的這個Q 最好的這個Q 那這個東西呢 就是poshio pi total 然後呢 poshio q 設它等於0嘛 那你設它等於0 就會等於是多少呢 就會等於是 100減掉三分之2Q 再減掉30等於0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地方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獨佔的那個結構 100減掉三分之2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叫做mr 這個叫做什麼mc 相信大家都已經 對這個東西很熟悉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應該說最色都很熟悉了 mr等於mc 得到最色產量 得到最色產量 所以呢 在這邊呢 我就可以得到最色產量呢 Q star呢 會等於105 然後呢 這個 最色的這個價格呢 會等於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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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一起行動 一起行動 一起行動 然後呢 決定最色的產量 這個最色產量是什麼樣呢 讓PiA加PiB 也就是PiTotal能夠最大 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 如果 他們一起行動的時候呢 一起行動的時候呢 一起行動的時候呢 那這個一起行動的目標 是讓他們兩個加起來的利潤 能夠達到最大 讓他們兩個加起來的利潤能夠達到最大 它最色的產量應該是105 整個市場最色的產量應該是105 價格會是65 我們來看看這邊 這邊呢 市場的產量 在CunoBottle之下呢 市場的總產量是多少 QA是70 QB是70 加起來是140 然後各自的利潤呢 分別是多少 分別是我剛剛寫在這邊 1633 三分之一 1633又三分之一 1633又三分之一 各自的利潤會是1633又三分之一 然後你看到 如果他們今天變成一個獨佔廠商的時候呢 兩個的利潤加起來 然後讓這兩個人的利潤加起來 總利潤能夠達到最大 這時候呢 最色的產量其實只有105 所以這個就是我剛剛前面跟你講的 石油輸出國家前陣子的開會決定 要一起減產 目標就是這個 如果它是廣戰模型的時候 大家產量會比較高 總產量會是140 聯合減產到105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整個市場的利潤呢 加起來的總利潤 都會比個別的這個 會比他們 在寡佔的模型之下 加起來的總利潤還要來的 還要來的高 你可能到現在還沒有 還不是很清楚 還想要再看紀錄證明 我再證明給你看 你這樣看 如果說他們是聯合壟斷的情況下 兩間公司一起決定 最適產量 這個最適產量是讓總的利潤能夠達到最大 你知道這個時候呢 最適產量會是105 價格會是65 所以如果是照樣的情況下呢 你可以得到總的Total的Q是多少 Total的Pi會是多少 TotalPi就是 價格是65 產量是105 成本是30 所以照這個樣子算TotalPi會是3675 TotalPi會是3675 然後如果我說好處對半分 對半分以後呢 對半分 對半分的話會多少 對半分就會變成是1837.5 1837.5 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到什麼事情 如果這兩間公司 不是像普諾巴羅 普諾巴羅是什麼 給定B的策略 找出我A的最好的回應 給定A的策略 B再找出他最好的回應 對不對 然後Nash均衡之下 總產量是140 各自得到的利潤是1633又1 3分之1 各自得到的利潤是1633又1 3分之1 可是呢 如果他們聯合壟斷 一起行動的時候呢 然後好處在對半分 各自的利潤會分到1837.5 1837.5 那你可以想想 這個情況呢 就相當於什麼的時候 這個1837.5就相當於說 如果我們大家都一起減產到52.5 相當於QA等於52.5 QB呢也等於52.5 各自都決定減產到52.5 52.5的時候呢 總產量會是105 P star會是65 然後各自得到好處會是對半分 所以 如果公司 兩間在寡站的公司能夠聯合壟斷的時候呢 通常他們的利潤會比較高 通常他們的利潤會比較高 可是我要跟你說的喔 雖然聯合壟斷 聯合壟斷 如果A跟B的公司聯合起來 大家講好一起減產 一起減產 然後大家的福利都會改善 利潤都會提升 可是為什麼我們在市場上很少 或是不容易看到聯合壟斷的情形 為什麼 因為聯合壟斷 依靠的是A跟B 一起行動 一起講好減產 可是常見情是說 A減產了 B偷偷增產 結果B會賺得更多 通常會這個樣子 每次石油輸出國家組織呢 搞這種聯合行動 最後一年後通常都這樣破功 最有名的一次就是1974年 大家想好聯合減產 那馬上石油價格整個就漲起來 一年後全部破功 就會有個別國家想說我可以偷偷增產 偷偷增產的結果呢 都會賺得比較多 偷偷增產結果都會賺得比較多 結果你減產我增產 那我賺得比較多 結果我發現你偷偷增產的結果 是我也會增產 最後全部就會回到普通訓程上面 又會回到普通訓程上面去 來怎麼來分析這個事情 我們把它寫下來 如果大家講好一起決定 最次產量的話呢 各自的產量是52.5跟52.5 大家的利率就是1837.5 那可是我現在跟你說 如果A被判了 B減產了 可是A被判了 A被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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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n Given B減產的情況下 B減產是減產到多少 B減產是減產到52.5 Given B減產 減產至52.5 減產至52.5 如果A被判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 A given B減產至52.5的時候呢 A的最次產量會是多少 A的最次產量什麼叫做最次產量 就是說 就是說 Given B 2.5的時候呢 最次產量 Sorry 這個最次產量沒有掉不見 B的最次產量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Given A這個Py呢 Maximum 它的PiA Maximum 它的PiA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們剛剛求反應方程式 求過 如果 QB等於52.5的時候 A的最好的回應是多少 反應方程式帶進去 就知道了 反應方程式 我們剛剛有說 剛剛有說 反應方程式 用之前的反應方程式 用之前 之前 之前的 Reaction function Reaction function 是這樣用的 它就是跟你說 給定B是什麼樣的 策略的時候 A的最佳的回應是什麼 對不對 所以之前的反應方程式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對不對 反應方程式 QA QA等於105 減掉 2分之1的QB 2分之1的QB 所以它說什麼呢 它說如果 QB等於52.5的時候 QA最好的回應 其實是 就是QA QA最好的回應 其實是 78.75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到一個事情 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 講好聯合減產 全部都減產到52.5 52.5 這個時候呢 對大家 雙方來說呢 利潤都會最大 Sorry 對雙方來說呢 總利潤會拿到最大 可是呢 其實當B減產到52.5的時候呢 A也到52.5 這時候呢 總的利潤會最大 沒有錯 可是當A是52 當B是52.5的時候 對A自己個人來說 對A自己個人來說 他如果偷偷偷增產 利潤會比現在 聯合減產還要來的好 所以他會有優異背叛人家 他會有優異背叛人家 我再強調一次 聯合壟斷的時候呢 大家說好聯合減產 聯合減產下來 聯合減產下來 兩間公司 聯合減產下來的時候呢 兩間公司加起來的總利潤會最大 所以如果A是52.5 B也是52.5 兩個加起來的利潤會最大 可是呢 如果B是52.5的時候 A再偷偷增產到78.75 他的個別的自己的利潤呢 會比他現在還要來的大 那當然這時候B會得到非常嚴重的損失 可是A被判 A可以賺更多 所以這就是我最前面講的 這個聯合壟斷的情況下呢 A會有背叛的誘因 這樣說你可能還是不大清楚 我們把normal form給寫下來 就會知道了 當QA偷偷增產的時候呢 來我們再說 如果 如果A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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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這個時候Given QB等於52.5 所以決定出來均衡的價格 決定出來均衡價格就是會56.25 就會是56.25 決定出來均衡價格就會是56.25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PiA這個時候會是2067.1875 2067.1875 這怎麼來的 價格56.25成本是30 產量是78.75乘上去就知道了 那可是呢 如果你QB這幾乖乖的減染到52.5 這時候你的PiB會變成是多少 你的PiB P因為人家偷偷增產 所以價格會掉下來 這時候你的PiB就會只剩下1378-125 1873-125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幾個報酬都把它寫下來 我這樣講你可能會非常的混亂 我把整個情況都把它寫下來 把整個情況都寫下來 第一個 是兩個都被判 兩個都被判的話 那就是苦諾根啊 就是苦諾根啊 我們就是 全部都是照苦諾均衡大家來 都不要理對方 另外另外情況是說呢 我們兩個互相合作 聯合壟斷 我們把各自的報酬都寫下來 把各自的報酬都寫下來 如果兩個人都互相背叛的話呢 就是苦諾根 一六三三六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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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剛剛前面我們做出來的東西 在這裡 一六三三六三分之一 我們剛剛有算的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寫下來 這個情況叫做苦諾 苦諾 這個時候叫做苦諾 就是說我都不理對方 各自做決定 各自做決定 那如果一個人被叛一個人合作呢 合作就是簡產 就是乖乖撿產 乖乖撿產 學勢就是乖乖撿產 然後乖乖撿產 乖乖撿產 那如果說一個人被叛一個人合作呢 背叛的人只会得到1378.125 那偷偷增产的人他会赚到2067.1875 所以同样的 我们在底下也可以这样写下 合作的人是2067.1875 乖乖减产的人会得到1378.125 那如果两个合作假如一起增产 一起减产的话呢 那大家都得到1837.5 1837.5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个报酬举证 当我们今天呢 在这一堂课讲的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summerize 起来 全部都summerize 起来 就是得到这样一个举证 左上角这个两边大家都各自决定了 这个叫做cuno game 右下角这个呢叫做cate 大家讲好互相合作减产 所以在这里面就会可以看到 那些军人会是哪一个人 大家都一起减产 大家都一起减产 我们来看看 不好意思我这边写错了 我这边写错了 我把我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合作的人会 背叛的人会比较多 合作会比较少 sorry 我这边写错了 我这边写错了 所以操完的人你就可以去想 nash gino会是哪一个 如果given b背叛的话 a是合作好还是背叛好 背叛好啊 如果b是合作的话呢 你要合作好还是背叛好 他减产的时候你就偷偷背叛他增产啊 那一样啊对b也会账想啊 如果a会背叛的话 你要乖乖减产还是背叛好 当然背叛啊 如果说a减产的时候 你要合作还是背叛好 当然也是背叛好啊 当然也是背叛好嘛 结果就是大家都会背叛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 石油输出国家每次讲好 大家说一起联合减产 联合减产对大家来说总的利润会最大 总的利润会达到最大 可是最后一年以后都会有人偷跑 都会有人偷偷减产 都会有人偷偷背叛 因为当b采取合作的时候呢 对a来说合作好还是背叛好 当然是背叛啊 那b也会这样想啊 所以最后结果大家全部都会背叛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大家都会背叛 所以这个就是cartail cartail虽然大家都知道 一起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可是多半呢 最后都会互相背叛 那这样结果也是对消费者比较好 最后大家又会活到混账 cartail虽然没有问题 你们回去看一下那个作业 作业呢就是cartail虽然 然后呢也会稍微讨论一下 联合垄断的问题 那你们可以想一下 然后这个这个表呢 就是把我刚刚讲的cartail虽然 cartail虽然连的垄断 全部把它上过来起来 你们可以回去想想看 回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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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个题目 那对这个东西就比较有理解 cartail虽然很重要 这个研究所考试通常都会考 好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啊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当比赛的就是我是平台库 再次准备一下 可以 ер赖 下一次 出口 感谢观看